朋友们好,我们来说一下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午夜狂想曲这首诗 它的作者是美国诗人T.S. Eliot 先来说一下这首诗的简单梗概 叙述人晚上独自走在街上 头顶的月亮搅动了他对往事的回忆 让他有些困惑 并且让他的各段回忆之间失去了因果和连接 在这个晚上不同的时间段 他想到了不同的影像 下面我们会逐一对这些影像展开讨论 最后叙述人是在凌晨四点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睡觉 然后再面对接下来的一天 现在我们开始逐段分析第一段 12 o'clock Along the reaches of the street Held in a lunar synthesis Whispering lunar incantations Desolve the flaws of memory And all its clear relations Its divisions and precisions Every street lamp that I pass Beats like a fatalistic drum And through the spaces of the dark Midnight shakes the memory As a mad man shakes the dead geranium 叙事人在午夜12点的时候 在街上漫步 我们可以从Lunar synthesis 月光的综合作用 以及Lunar incantations 月亮的咒语里 可以明白 现在月亮出来了 民间传说 月光会使一个疯子 癫狂 但是对正常人不起作用 那么这天晚上 叙事人看来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情 就是月光 使他进入了一种 异想症的状态 失去逻辑的状态 他被月光给弄得蒙了 结果是 他的记忆变得扭曲了 不连贯了 全都变成零零散散的 相互之间的逻辑和联系 都荡然无存了 他经过的每一盏街灯 都使得这种效应更加深刻 他的记忆彻底混乱了 这就好比是一个疯子 在摇汗一珠天竺魁一样 这个样子 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呢 叙述人就已经被月亮施了魔法 他的记忆已经全部变成碎片了 好 接下来的一段 凌晨一点半 他继续在街上走 街灯在sputter sputter就是发出喷溅的声音 在mutter mutter就是在嘟嘟囔囔 这都是拟人的手法 街灯呢 让他去注意看一个女人 他觉得街灯在说话 可以看成是月亮对他施的这个咒语 起作用了 他竟然开始觉得街灯在跟他说话了 这里所说的这个女人 犹豫着要不要招呼他 这个女人站在门的后面 能够看见她的裙边是撕裂了的 是脏的 她的眼角皱得像一枚区别针 这是一个类比 尽管没有直说 我们可以猜得出 这应该是一个妓女 这是一种间接的暗指 illusion 好 接着我们看下面一段 人的眼角皱得像一枚区别针 这使得她的回忆开始凌乱 她开始从一件事物被带向 另一件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事物 她看见沙滩上出现了一根弯弯曲曲的树枝 还有工厂的空地上有一截断了的弹簧 树枝被啃得光秃秃的 僵硬的 白白的 叙事人说呢 这仿佛是大地显现出了自己的骨骼一样 工厂空地上的断了的弹簧 生了铁锈 从前 里面积蓄的力量已经消失了 现在变硬了 随时会折断 这些回忆 这个弯曲的树枝和这个弹簧都是比喻 所比喻的都是一些更大的影像 断了的树枝可以比喻的是人的灵魂 它被消磨被剥失 光光的像根骨头 也许是因为人类 或者是因为自然界的一些作为 一些action的原因 这是一个动作 跟action有关的一个比喻 另一方面呢 那根铁锈呢 爬满了弹簧 这意味着 这个灵魂 这个弹簧已经很久处于闲置的状态了 因为长期的没有用处 闲置力量逐渐消失 随时可能断掉 当然了 这依赖于我们每个人的主观 解析 好 接下来一段 half past two a crab one afternoon in a pool an old crab with barnacles on his back gripped the end of a stick which I held him 两点半 接登又说话了 这里有些模糊的是 在这之前这一个小时里 叙事人他到底是在走路的状态呢 还是在休息 这个可以根据接登来判断 如果仍然是之前的那一盏接登的话 我们可以假设叙事人是在静止的状态 不过我们应该可以得出 在过去的这一个小时里呢 叙事人是在走路的这个状态 接登呢 让叙事人注意那只猫 他趴在下水道里 正在大口的吃一块黄油 这个就让叙事人想起一个小男孩 他一把把一个玩具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这个玩具并不是他的 他只不过是正好经过那个码头 T就是码头的意思 叙事人从这个男孩的眼睛里 看见的是nothing 就是说这个男孩子眼神空洞 意味着这个男孩没有情绪的表达 他没有能力区别好的还是坏的 现在呢 他接着又想起那些 从白夜窗后面向外窥视的眼睛 可能是饥渴的眼睛望向旁边的餐厅 然后呢 他想起一只螃蟹 他手里伸着一根棍子 这只螃蟹牢牢地抓住棍子的另一端 在这一段 作者提到了人性的堕落 一部分人就是活在这种状态里的 他的回忆呢 从一件事情跳跃到 另一件事情上 说明他还处在月亮的魔咒之中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half past three the lamp sputtered the lamp muttered in the dark the lamp hung regard the moon la lune gare en kum hong hong she winks a feeble eye she smiles into corners she smoothies the hair of the grass the moon has lost her memory a washed out smallpox cracks her face her hand twists a paper rose that smells of dust and cold cologne she is alone with all the old nocturnal smells that cross and cross across her brain the reminiscence comes of sunless dry geraniums and dust in crevices smells of chestnuts in the streets and female smells in shuttered rooms and cigarettes in corridors and cocktail smells in bars 三点半 街灯轻轻地 哼起了小曲 他让叙事人抬头看月亮 月亮是不计较恩怨的 这一句话是用法语说的 la lune gare en kum hong kum 月亮的眼睛是feeble 是懒洋洋的 表示他的力量削弱了 说明天快亮了 但是他的笑容 还是能够延伸到街角嘎啦 还是能把草叶抚平 月亮是孤单的 失去记忆了 就像叙事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让叙事人 感到乏味 悲伤 孤独 接下来一段 the lamp said 4 o'clock here is the number on the door memory you have the key the little lamp spreads a ring on the stair mount the bed is open the toothbrush hangs on the wall put your shoes at the door sleep prepare for life the last twist of the knife 凌晨四点了 接登说 看门上的门牌号码 叙事人终于回到了住所 记忆啊 你手里有钥匙 这个呢是暗示着 能让他打开房门的钥匙 就在自己的记忆里 也就是说 他是寻着自己的记忆 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看来天真的快要亮了 看来月亮 对他诗的这个咒语 真的快要解开了 诗人收尾的一句是 刀把子最后一拧 the last twist of the knife 这句话非常的有画面感 想象一下 你往敌人的心脏插了一把刀 你怕对方不死 又补上了这狠狠的一拧 对方就彻底断气了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诗 整体说的是人的孤独 loneliness 叙事人在午夜的街头 孤单的一个人走路 他没有同伴 陪他说话 那个站在门边的女人 并没有真的跟他打招呼 他是如此的孤单 如此的被月亮 试了魔咒 以至于他竟然能够觉得 街灯是在跟自己说话呢 直到最后一刻 他才不得不回到住所 因为一路所见 哪里都是单调的 一模一样的 回到家里 也空空荡荡的 没有人欢迎他 这首诗 代表了人的隔绝 疏离 所有这些导致的最后结果就是 The last twist of the knife 刀把子最后狠狠的一拧 这句话非常的有深意 整整一个晚上 叙事人都是面对着隔绝 然而呢 他还不得不回家睡觉 醒来 再面对第二天的life 第二天的所谓的生活 想一想跟社会 没有交集的这种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 然而 叙事人仍然不得不面对 接下来的下一天的这种isolation 孤独 隔绝 想到这一点 就好像是被人捅了一刀以后呢 又被对方攥着刀把狠狠地捕上了 这一拧 是一样的 这首诗啊 集中体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人们感到的彼此之间深深地隔绝 疏离 这首诗呢 就是写于1915年 正式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整首诗的调子是悲伤的 是压抑的 诗人把这种可怕的状态 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并且引导读者进行思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